大家好,欢迎来到御史吧 早年很多历史穿越小说里 主角靠着勇敢智慧历史知识 从一个平民小兵一步步积累军功当上将军 甚至更进一步 及其入朝不驱赞败不明 剑律上剑三戒套直接改朝换代 但是在正史中 普通小兵能混成军队将领吗 如果能,有啥靠谱的方法吗 今天这期视频咱们就来看看 古代小兵怎么才能当上将军 要理清这个问题 咱们得先下个定义 什么是将军 我之前在介绍古代将军名号那期说过 历史上有些将军头衔压根不是给军事人载的 比如汉武帝曾一口气给方氏轮打开了四个头衔 武力将军 天使将军 地使将军 大通将军 这种将军恐怕不在正经的升迁序列里 哪个小兵想半路出家 靠法术技能评支撑 多少有点魔幻了 还有些将军是给皇亲国戚 勋贵后裔的荣誉头衔 比如咱们在神奇皇帝第一季里 介绍过的天策上将李二峰 唐朝后来自然没谁还能拿这头衔 到了五代十国 南楚政权的君主马氏父子倒是会以此自称 再到宋朝 车神赵光义有俩儿子 赵元左赵元衍也先后授封天策上将军 你看 要么是割据政权头领自封 要么是给皇亲的荣誉头衔 一般小兵也拿不到啊 所以 咱们今儿个说的将军应该指军队里实际带兵的军官 那么多高等级的军官才能叫将军呢 这不同时代就不一样 在先秦时期能称得上将的 至少得是方面军司令级别 少说要捅下大几万人 一般诸侯国拢共也没几位 但到明代后期 各地的游击参将副总兵总兵 那都能叫一声将军 咱就以游击来说 根据天津师大历史文化学院萧立军教授的整理 明代中后期游击最低可由正四品的指挥千世来当 一个游击能带的兵有时可多达两千 弄明白这点 各位以后要是穿越了 想从小兵干到将军 建议首先选好时代 在明代能带两千人就算及格了 但要一不小心去了先秦 这数量得乘以几十才行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这期视频最后会讲到 但先秦时期也不是一无是处 至少中国古代基本的军功晋升逻辑 就是从那时候奠定的 咱们以商鞅改革后的秦国为例 每五个底层小兵 唯一五设五掌一人 两五唯一十设十掌一人 往上一次类退 作战的时候 如有士兵能得甲手一者 赏绝一级 一田一寝一摘九母 这一下子就起飞了呀 所谓甲手 一般是指甲式的手机 我以前在介绍古代战车时也讲过 当时能成为假式的可不是底层牛马 一般都是在战车上作战 所以这个门槛看似很低 但底层步兵想在战场上做到 其实不容易 即便真做到了 那也会有和你同一五的战友 过去割手机绑腰上 如果你们这一五能活到战斗结束 就会有人来根据你们腰上挂了多少手机 来计算绩效 根据秦国的律法 这些员工工的手机 要在战后公开展示核实三天 以免有人通过杀队友来骗军功 相当于考核成果展示 那如果有人提出异议 各方还得想着来证明 经过确认无异议后 就会论功行赏 给小兵升一级 获得初级之称 公式 这是秦国二十等决之中的 最低一级属于士这一序列 网上升个四级就能成为大副 相当于获得中级之称 这下问题来了 如果你随着爵位升高 渐渐混成了军官 手底下有几十甚至几百人 那还咋上阵砍人呢 总不见得秦国军官一上战场 都不指挥了 人军化神狂战士就嗷嗷往前冲吧 那不乱了套了 对此秦国改革也想了办法 等到成为低阶军官后 你的爵位升迁 就是按照部下的集体KPI来算 比如当你的部队斩获的甲手超过30名 低阶军官就能再升一级 等到级别更高了 那就得你统帅的部队 有更多的斩获才能升级 后世游戏中等级越高 升级需要的经验值越多的底层逻辑 在2300多年前就被秦国人玩明白了 而且为了鼓励军官别在下场 去跟底层士兵抢人头 秦国律法还明文禁止 军官在非必要的情况下 冲到最前线厮杀 这下子小兵的晋升通道 就豁然开朗起来了 前期靠自己击杀 中后期开始向指挥管理转型 组织部队造成更多杀伤 但这样也会出现新问题 不同类型的战斗 难度肯定不一样啊 比如破袭战 追击战相对简单 一场仗打下来 只要不被翻盘 一破双杀三连都有可能 但如果你一不小心被分配 去打攻城战攻坚战 冲在前面的赶死队 能活下来都不易 还咋尽声啊 对此 情人也有招 为了鼓励先头部队 别怂直接干 一般会适量放宽 绩效标准 并且承诺 即便你嘎了 你的爵位填产 也会一分不少的 分给你家人 但如果你想在战场上 当逃兵 靠队友的功劳 给家人骗保 那兄弟 你也不希望家里人 都被寂寞为奴隶吧 所以 在这种正面激励 负面惩罚机制 都很明确的环境下 加上秦国在地缘战略上 又非常需要通过战争 来生存扩张 秦国底层军民队打仗 那是相当期待 据商军书宰 民之间战也如 恶狼之间肉 甚至很多民间的歌谣 都在歌颂战争 武德报表了数一时 在军事贵族地主官僚 还没大规模 垄断晋升通道的年代 在秦国 虽然当将军的门槛比较高 但通道比较明确 民众积极性也较高 这套验证 讲诚 调整三连的制度 也成为此后 大部分朝代 鼓励士兵升迁的 基本方案 那么 后世朝代 在小兵当将军的 竞争方案上 做过哪些修改呢 主要有两类 一是加强特殊奖励机制 随着战争烈度升级 获取军功的风险变大了 比如 我之前在讲 古代工程时说 防守方要是准备充分 那滚木雷石 飞爪剑时 都能给进攻方造成伤亡 要是再来点热水 金枝啥的 爬梯子的士兵 难免会在物理意义上 热血沸腾 所以 多数朝代 都会为向特殊成就 开出大幅奖赏 那就是率先杀上 敌方城池 简称先登 当年 战国名将 吴齐领兵时 就曾说过 有能先登者 誓之国大夫 次之上天宅 这礼包 可比单纯的 或假手大得多呀 到了汉墨三国时期 如果能解锁先登成就 对应的礼包 至少也能让一个 士兵晋升校尉 比如 著名的老将皇忠 诗人最熟悉的 应该是 他在定军山 镇斩下后院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在跟随刘备攻打成都 夺取一周时 常先登现阵 永逸冠三军 当年这岁数 很多人离老登都不远 黄忠不仅能先登 甚至常先登 可见一个好身体 是多么的重要 放心 此处没有丝滑的小连招 所以 刘备得一周后 封黄忠为陶鲁将军 妥妥而升职了 再看孙权手下 有位叫林操的军官 就是林统他爹 在孙权征讨黄祖时 从水路先登 攻入下口 带应青州毒境 肿瘤十死 没能当上将军 在孙家的军事序列里 专门有个先登校尉的头衔 韩当丁凤都曾干过 但这不代表 他们是因为先登当上的 相反 老孙家在被人先登 这事上更有经验 最经典的例子 不是他们在守城 而在修筑 盈磊包围地方城池时 人家城里一哥们 劈甲持起 带着八百人冲杀出来 对着孙家盈磊 先登陷阵杀 数十人斩 二将冲磊入 堪称历史名场面 这位先登的将领 就是张辽 他在战后霍峰 征东将军 但他并非曹操 会像唯一做到先登的 跟他一起守合肥的越境 出身一介小利 后来跟着曹操 打吕布张超乔蕊等人时 居然能接先登游功 他在关渡之战中 斩袁绍大将陈于琼 在进攻袁绍的儿子们时 又斩其大将严靖 后来打到 袁坛最后的据点南皮 他又一次先登入坛东门 所以曹操在 赵寝锋越境等为将军时说 他们美临战功 常为都帅 奋墙突固 无坚不限 也是相当实在 更出名的例子 是曹操手下两位 禁卫军将领 典为徐楚 他们都曾因多次先登之功 从小兵升到校尾 只不过 因为曹老板的特殊癖好 导致张秀降而复叛 为掩护曹操撤退 典为血战之死 军事生涯定格于校尾一职 徐楚的运气要好不少 他后来当上中坚将军 当年跟他一起 血战先登的勇士 都被曹操同日败为将 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 所以 真要说汉末三国时期 有谁是正经 从小兵一路干到将军的 那一定得算上续出 乍看之下 汉末以来的战争 给不少小兵 巩固了当将军的渠道 只要好好干 或者肯拼命 是有可能的 但很遗憾 随后的魏警 美朝狠狠地扇了底层士兵 一记耳光 虽然当时的战争一点不少 但军队中高级干部的位子 基本没小兵啥事 人家名门名将的孩子 也是要当将军的嘛 以东京为例 平定苏郡之乱的 票将军温乔是西晋司徒温县的孙子 温乔把地的姓氏 温这个字给了一位明氏之子 这孩子就是后来 攻灭成汉的 征兮大将军 桓温 人祖上能追溯到 东汉名如桓荣 桓温曾招募一位 名叫谢玄的青年当院属 人家后来在肥水之战 击败强大的前卿福建 获奉冠军将军 谢玄出身于 著名的陈俊谢氏 太夫谢安时的叔叔 谢玄的北府兵部队里 有位名叫刘劳之的参军 后来官拜龙襄将军 他的爷也是燕门太守 他爹是征禄将军 而东晋历史上 极少数真正从小兵干到将军的牛人 刚好也曾在刘劳之手下当参军 这位爷名义上是大汉皇族后裔 但出身贫苦 小时候还因条件差 险些被抛弃 被人收养 所以他有个小名 叫济奴 后来他一步步积累军功 当上将军 然后吞南烟灭后勤 降仇池拜北魏铁骑 收淮北山东河南关中 及其入朝不渠 暂败不明 剑旅上剑三剑套 直接改朝换代 他就是堪称中国古代 爽文南主的南朝宋高祖五皇帝刘裕 但是纵观整个东京南朝历史 他这样的是极少数 在天下体系 风崩离析 进程通道被士族垄断 士兵性命如草芥的年代 想从小兵当上将军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仍是遥不可攀的奇迹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隋唐 当时能混成名将的 大多有着薰贵或世家血统 看过说唐的朋友可能觉得 这不对吧 李世明麾下的秦首宝是捕快出身 程咬金卖丝岩 玉池公则是铁匠 那不都是底层吗 但随着近年来的考古与历史研究学者发现 这三位还真不算 玉池公的曾祖在北魏 邵逢冠军将军 他爷爷是北州冀州刺史 妥妥的观恩代 再说程咬金 他爷爷在北极任靖州司马 他爹当过冀州大中正 也就是比玉池近德稍微差点 反倒是演义里 马彩黄和两岸前打 山东三州六府 一百丹八县的秦琼秦书宝 出身最低 1995年 山东济南考古人员发现了秦氏穆志明 上面显示 他曾祖在北魏做过县令 祖父在北齐做广宁王府祭祀 他爹在北齐当过陆式参军 时位相对低一些还都偏文质 到了秦琼这代 才走军功的路子 跟着隋朝名将张须驼剿匪 他凭借自身勇武趁夜色爬上贼帅塔楼 杀掉守卫 拔掉旗帜 帮助大部队突破迎战 以勇气温于远近 后来又在其他战事中 先登破敌 收封建杰卫 才向管理指挥港转型 再一步步当上将军 从这个角度看 秦琼能成为演义男主 也算合理 其实 隋唐历史上有不少历史人物 在正史和演义电视剧中 有较大出入 如果你对这种反差感兴趣 本期点赞破一万 咱就跟大家闹了 这种底层小兵当不上将军 将军职位 必出此门阀的情况 在武州 安史 皇朝 三波清洗以后 再加上五代十国 武将干政的严重影响 到了宋代 发生变化 朝廷既想要鼓励士兵当将军 又怕将军出问题 所以 小兵当将军的晋升方案 迎来了第二项 较大的改变 降低将军职称的门槛 比如 宋神宗时期 参与和黄开编的名将彦达 就是从基层干起 到平定河州时 他的差遣是 秦凤路副总管 相当于省军区二把手 叫声将军不过分吧 但他的官职 是中州刺史 龙神卫四乡都指挥史才纵武品 这样做的好处 是给了各州各路军官的面子 名义上 你也是将军了 但在朝廷文武的排序里 依然品级不高 像节度史这样的高品级头衔 一般得等你解除实际兵权后 回到朝廷准备荣休 或者在死后才肯追赠 那现在回顾古代小兵当将军的 晋升方案 及其两项改变 可以发现 每逢大争之事 战火平仁 出身底层的小兵 就有一定的晋升机会 然而 这种机会是惨烈的 只有少数靠武勇杀出重围的 才有资格向中级军官迈进 但如果想再进一步 那就不仅需要更高的战绩 还需要能迈过垄断阶层 而这就不仅是小兵们的个人奋斗了 更要结合中国历史超越士族政治的历史进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有别的感兴趣的话题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